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Crystal 是2019年保協结出财务策划师金奖得主 入行超过20年 现在在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担任分行经理 管理接近15人的团队 今次参赛绝对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的决定 一来我是三个小朋友的妈妈 他们曾经因为害怕参加比赛而缺席 令我当时也有点失望 所以今次参赛是想挑战自己之余 也都想做个榜样给他们看 要用于尝试 二来适逢我所属的团队 行政营业总监Kens和直属经理Tricker 都鼓励同时参加保協结出财务策划师大赛 BFPA 更加肯定我参赛的决心 我参赛的个案是一队 认识近20年的客户 他们成为我客户之后参加了保障计划 之后他们又结婚和赞下了一队龙凤双胞胎 我替他们开心之余 同时也持续协助他们解决财务上的需要 大家一同成长 透过今次比赛更加了解客户在理财策划上的需要 分别八个目标 包括人寿危急保障 公司福利 子女教育基金 退休策划 欧洲旅游 装修家居 和遗产安排等 客户很忙 太太经常要出差 今次参赛是要提供私人又深入的资料 给我分析 先生虽然给了很多资料我 但由于太太是财政大臣 所以最后都要太太确认 例如税单和公楼利息单等文件 都给我参考 所以我很开心他们对我的信任 和感恩在保险生涯里面有这类朋友相助 两夫妇都是跨国公司的要员 公司医疗和退休福利都很好 例如太太公司可以给她们 选择医疗福利保障计划 又可以有津贴申请抵消在外面 自己购买保险 而且公司亦有股票作为Loyalty Bonus 留住太太在公司工作 由于他们是中产人士 收入都较高 已分开平税 各自都比较标准税率 所以我庆幸今年 政府推出退退三保 可以让我运用理财产品 协助客户更有效达到目标 在约太太谈谈的时候 亦遇到太太的妈妈 而她亦是我今次比赛 其中一个关过的对象 所以今次我建议他们一家 在理财规划上 照顾外母大人的需要 感恩太太妈妈现在身体健康 我提出客户考虑安排平安三保 分别是持久授权书 遗读及预设医疗指示 在处理如果日后患病失去 认知能力或去世身后事的安排 香港人寿命越来越长 患认知障碍疾病的长者 亦都越来越普遍 虽然暂时不是太多人做平安三保 但我都希望透过自己 可以令多些客户明白 在生前做好准备的重要性 今次参赛多谢客户朋友对我的信任 除了提升了我帮助客户 解决财户问题的实力 亦都加强了自己在团队发展上的信心 因为今次赢到专业奖项 令客户增加了解 他们更有信心介绍朋友给我 我开心及珍惜参加这次比赛 以后我会更加认真处理每一个个案 以我知识及能力以客户的利益行先 协助他们解决需要 持续检讨 依应客户的变化而作出适时的建议 务求对每一位客户的个案都做到 专心全方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